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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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大熊猫的几率非常低 对于自己能够亲眼见到野生大熊猫 王维果感到非常幸运 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 我非常惊喜的 惊奇之余 王维果也感到非常疑惑 野生大熊猫为什么会频繁出现在这里 大熊猫的食物多是南方生长的竹子 陕西汉中地区位于中国西北 这里为何会大量生长着南方的竹林呢 为探寻其中的奥秘 地理中国栏目记者 进入陕南汉中地区进行考虑 画家王维果发现大熊猫的区域 是位于陕西省西南部的阳县 1981年5月 鸟类专家在阳县发现了 七只濒临灭绝的珍稀鸟类猪环 从此阳县被世界所关注 并有了猪环故乡的美誉 记者在考察中了解到 阳县之所以被人们所关注 除了猪环之外 更是因为这里存在大量 让人匪夷所思的奇特自然现象 向导告诉我们 在阳县西北部的一座山峰上 密集分布着大熊猫 金丝猴 鸣牛 金田豹等 大量极冰威野生动物 除此之外 还有红豆山 毒叶草 太白红山等 众多世界罕见的稀有题目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聚宝盘 不仅如此 当地的一个传闻 更让记者一行觉得不可思议 据说 汉江水经过阳县境内的黄金峡 都会油灼变青 其中的原因 至今尚未得知 种种神奇的自然现象 是阳县显得格外神秘 同时也引起地理学家的关注 西北大学的段汉民教授 带领科考组 决定深入阳县的聚宝盆 进行考察 段汉民 西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常年对西北地区 进行地质研究 段老师告诉我们 阳县北一秦岭 南考大巴山 地处汉中平原腹地 东西横跟的秦岭 阻隔了北来的干冷空气 截流了南来的湿润暖流 形成了我国地理上的南方和北方 虽然阳县地处中国的西北地区 但却有着南方的风沸降雨 温润潮湿的气候 并因此被人们称为 西北小江南 科考组了解到 画家王维果 发现野生大熊猫的地方 是位于阳县北部的兴隆岭 于是段教授把兴隆岭 选为了考察的第一站 兴隆岭位于秦岭南路的中段 海拔3071米 是秦岭南坡的最高峰 汉中府志中记载说 阳县之北临身古岁 盘更千里 为梁庸第一傲族 据说兴隆岭一带山高林密 地势险峻 微风雾吏 尽管面积只有300多平方千米 但这里却聚集了 众多世界罕见的动植物种类 在秦岭地区 猪环 大熊猫 金丝猴 还有灵牛 被称为是秦岭四宝 也是世界珍稀的物种 它们数量稀少 对这个生存环境要求极高 一旦环境发生了变化 这些珍稀野生动物便很难存活 如此众多的珍稀野生动植物 集中在此繁衍生息 兴隆岭一定有着 与众不同的地理环境 那么人们称为聚宝盆的兴隆岭 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兴隆岭位于阳县县城北部 约80千米外的银岭深山之中 当科考组来到这里时 首先出现在眼前的 却是一座古朴清新的小镇 古老的戏台 密集的商库 仿佛都向我们昭示着 这里曾经的门顶弱势 车水马轮 姑娘你看看 看看这个老门槛 满是掐镜子 老实的掐镜子 保护这个老门槛 要做生意赔钱要把它 专家告诉记者 古镇的商库大多是木制结构 客人来往频繁 木制的门槛特别容易踏坏 店主将铁钉子钉进木头 门槛保存的时间就可以更长一些 而且更换起来也比较容易 你看在这些木门槛上钉上钉子 这个方法虽然简单 但真的是非常实用 从这个小细节上 我们就足以见证华阳镇 它这个悠久的历史 和当时繁荣一时的这种场景 但是有一个问题 华阳镇所处的位置 它是在秦岭南路的大山深处 海拔已经到了一千米以上了 那么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 看似非常闭塞的这种深山里面 在一千多年前 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繁荣的小镇呢 严老师告诉我们 兴隆岭脚下 这个名叫华阳的古镇 是唐洛古道中 一个重要的驿站 远在秦汉时期 唐洛古道就是连接汉中与关中 最快捷也是最险峻的交通要道 因此 长约240千米的唐洛道 沿途设立了众多的驿站 供来往客上休息 华阳古镇便是其中之一 这是个最大的一个驾马剑 走到这儿人要休息一下 缓解一下 整理一下货物 带的东西 严老师说 华阳古镇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 它见证了阳县 乃至整个陕南地区的风雨沧桑 冒着萌萌细雨 客考组进入到兴隆岭的原始森林中 行进途中 冠钓兽被一种奇特的树木做吸引 三种树的寄生 三种树的地乡 寄生在一块 寄生在这一个大树上 老的原来是化母 寄生的是化山松 忍东 三树合一 这么一种状态 这边这个生态环境是非常之好 经过一段艰难的跋涉 科考队有了令人惊喜的发现 人际寒致的山坡上 生长着大片的建筑 专家说 这正是野生大熊猫的食物 此时 段教授记录下了建筑所在地区的海拔数据 海拔多少 两千三百五十 两千三百五十 专家告诉我们 建筑一般生长在温暖湿润 海拔一千三百到两千四百米的山坡地带 兴隆岭地处秦岭南坡 气候温润 特别适合建筑生长 大熊猫常来周边觅食 这也是画家王维果 能够见到大熊猫的原因 行进间 一种高大挺拔的树木 引起了科考队员的好奇 和一般光滑的树干不同 这棵树表面飘动了一层层粉红的树皮 专家告诉记者 这种树木名叫红化 是分布在秦岭南坡 海拔较高的一个种类 一般的树生长在海拔一千米到一千三百米之间 而红化适宜生长在海拔一千八百米到两千五百米 红化从幼苗时期就不断脱皮 每三年脱一次 树皮细薄如纸 颜色鲜艳 像纸一样 你看 很薄 幼树可以撕几层 它这个是沉壮一层一层的 科考队员观察发现 随着海拔的不断升高 身边的树木和森林的样貌都发生着变化 兴隆岭这一带 因为地势非常陡 植物的地理区域垂直分布特别明显 区域这么完整 这是前领四宝都聚集在这块非常重要的原因 进入山间一个洼地 科考组突然听到了一阵熟悉的歌声 歌唱者是一位身着白色衣衫的男子 随着他的歌声 一群浑身金黄的猴子 从四面八方奔跑过来 不一会儿就将白衣男子团团围住 为猴的人名叫徐文泉 因为常年与猴子打交道 有着与猴子沟通交流的能力 人们都经济地称他为猴王 说起身边的猴群 老徐给我们讲起了一段往事 大雪困住了山中的猴子们 他们无法觅食 饥寒交迫 濒临绝境 当地工作人员专程请来猴王 将这群猴子从山林引到此处 为他们提供食物和饮水 从此猴子与老徐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哪个是猴王 这个 猴王 不知道一般好像猴王的地位是高吗 你也太淘气了一点了 老徐告诉客考组 这不是一般的猴群 而是秦岭中一种珍稀的金丝猴 记者仔细观察发现 这些猴子毛色金黄 脸部呈现一种美丽的湖蓝色 大大的眼睛十分可爱 老徐介绍说 秦岭金丝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也是秦岭四宝之一 它们大多活动在2000到3000米的高海拔地区 以野果 嫩枝芽 树叶为食物 告别了可爱的金丝猴 客考组继续向山顶行进 在接下来的考察中 大家还能有怎样令人惊奇的发现呢 专家说 这可能是灵牛经过留下的痕迹 果然 在前方的树丛里 大家见到了一个温馨的场景 专家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灵牛家族 灵牛生有一对形状奇特的鸡脚 灵牛脚从头部长出后 突然翻转向外 称钮曲状 所以又被称为牛脚鳞 灵牛是世界上公认的珍贵动物之一 在中国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它们以家庭为单位群居在一起 一般不会攻击人类 但是脱离群体的灵牛 人们就要十分小心 一连串的发现 让客考组感到十分兴奋 神秘的星龙岭上究竟隐藏着多少秘密 当客考组攀爬到海拔接近2900米的时候 眼前豁然出现了一片十分壮观的景象 你看我抓到这些石头啊 面积特别的大 数量非常的多 而且呢 每一块石头的体积也都非常的大 当地人管它叫做石海 一直呢 是一个奇观 很长时间以来 人们一直不知道 为什么在海拔将近3000米的地方啊 会突然的出现 这么一大片的巨石 那么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那么在当地老百姓的心中呢 一直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 专家说 眼前这一片壮观的石海 极有可能是远古时期留下来的冰川遗迹 这一发现让段教授感到非常兴奋 这都是冰石的可能 冰石 冰石 嗯 然而就在此时 前方突然出现了令人意外的场景 在距离科考队员不远的地方 一只孤零零的灵牛 正庞若无人地向科考组靠近 突然遭遇毒性的灵牛 让大家倍感紧张 身体健壮 体重超过二百千克的灵牛 如果对科考组发起冲击 大家躲避都非常困难 灵牛走到离大家不过十米左右的地方时 他突然发现了科考队员 烧感惊恶之后 立刻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 直到此时 整个科考组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像那个刚才这个单独的 就容易攻击人 他是因为有病怀的 其他的就是 他从灵牛里面赶出来的 被赶出来了 被赶出来的 保护区工作人员说 在山上遇到毒性的灵牛 首先要选择躲避 绝不能主动挑衅 在长期的工作中 他们还总结了一些 驱赶野灵牛的方法 我们的野外经验 他害怕这个金属敲击声 还有一个 怕你就可以学狗叫 就可以把他吓走 陈鹏告诉我们 这一区域的灵牛长期细在海拔2900米以上的高山森林地带 在如此高海拔地区 有灵牛活动 表明星龙岭的生态环境 的确有与众不同之处 段教授对山体岩石研究后发现 这一片奇异的山石正是远古时期留下的冰川遗迹 这是一个老的冰川 当然在太白山形成冰川的那个时候了 那个雪线已经到3700左右 而不是今天的2600 所以今天的雪线 比起就是20万年此前上升了1100到1600 段教授告诉我们 秦岭处于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 20万年以来的气候变化 使得秦岭冰川雪线不断上提 这位星龙岭植物的生长 以及野生动物的繁衍生息 提供了天然的条件 星龙岭山式陡峭 植物垂直分布的特点明显 在低海拔地区分布着长绿阔叶林带 在海拔2000米左右 是阔叶林向真阔混胶林的过渡带 在海拔2600米到海拔3000米之间 则以真叶林为主 不同海拔地区的植物 为生活在这一区域的野生动物 提供了充足的食物 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食物链 使得星龙岭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 在星龙岭的考察 科考队员不断有新的发现 茂密的原始森林 种类繁多的植物群落 珍稀的野生动植物 可是让科考组感到不解的是 秦岭南坡的大小山岭有很多座 为何星龙岭却如此特殊呢 众多的珍稀动物 为什么偏偏集中生活在这里呢 有关星龙岭的疑问 科考组一时也找不到答案 于是 专家重新对整个阳县的地形结构 进行梳理 专家发现 阳县东部的黄金峡 地理位置 地貌景观都非常特殊 极有可能与星龙岭聚宝盆的形成有关 当地传说 黄金峡对汉水水质有过滤功能 汉将经过这里 水质就会油灼变轻 但从地理方位上看 黄金峡与星龙岭 一个在阳县北部 一个在阳县东部 两者相距150多千米 两地又是如何产生关联的呢 专家告诉我们 星龙岭充足的水源 以及植物垂直分布的特性 为这里的珍稀动植物的生存 提供了食物来源和自然地理环境 正是众多动植物齐聚于此 才让星龙岭有了聚宝盆的美誉 可是有关闪南 这一特殊区域的奇特自然现象 仍然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黄金峡与星龙岭之间 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 明天的节目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探寻 聚宝盆的地理秘密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